在昨天的中央CTC的会议 特别请了农业局理文局长 跟卫生局陈润秋局长 两位局长参与 去了解在这个事件当中 需要新北市如何来做好协助 至于中央有什么需要地方来做配合 我们去做了解 在这里我也特别说 新北市在这一次的疫情 尤其在北农这个事件 没有发生之前 新北市的果菜公司 以及在这里面板桥跟山丑 都已经做一次的快散 就是希望把整个感染 能把它堵住 那这一次北农事件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立即很快速的又启动快散 然后启动施打疫苗 这也是新北市一直非常有步骤 有方向在处理北农这个事件 做隐私的问题 那新北市其实在疫情这当中 不是只有北农事件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步骤 自己有顺序在座以外 其实在我们的疫情的掌控上 新北市一直借着大数据的分析 还有工卫团与专家 不断的给我们提供意见 新北市就非常的稳健 面对所有的疫情 也让中央大家觉得筛检是有效的 所以中央也宣布从基加快篩 以及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企业快篩 也同时提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新北市在这个疫情这一波里面 新北市是非常稳健 走到很清楚的方向里面 甚至最近我也提出来说 在基加隔离解割之前 我们还是在做一次PCR 免得出去的时候再常做给别人 这里面也是新北市提升了很多的方式 中央也赞成 对不起 对不起